我希望讓自己過去走的路途 給一個大大力的擁抱 要覺得自己好人走下一步 最重要是整條路都遇到很多滋陰 很多好好的朋友 我覺得他們都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令我可以 step by step 走到現在 如何捱得我 想想犯過是甚麼錯 這次我們準備了一把麵包刀 不理的 真的不理的 是真的給我吃麵包用的 它可以塗果醬 其實為甚麼我想做這份禮物呢 其實希望跟大家說就是捱麵包 雖然體路很慘 但其實可以用很優雅的方法去享受麵包 那就不是捱的了 女朋友方包 簡單 但同時間是最好的包 我覺得方包很百變 可以做三文治 可以拿一個包 可以是捱麵包 健康一點 可以塗果醬吃 其實有很多東西 因為我覺得我女朋友是一個很簡單的 以拍拖來說 其實我是一個很討厭的人 因為我一定不會浪漫 因為我覺得我要回來寫歌 是比陪你逛街更重要的 她其實最初都很討厭我 我可以真的陪她逛街 突然間她說她的廁所 突然我回了宿舍 如果我正在做事 我寫歌的時候 我電話會丟在沙發 我不會聽的 任何人找我 我都不會理 所以是很好 你會感覺到她很支持你 做你想做的事 還有我想她 她是聽過我最多歌的人 我寫歌都會傳給她 她就給我一些 所謂很好的意見 其實都不是很有用的意見 但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我跟她分享我所做的事 而她都會為了我高興 所以我覺得 那個默默的支持是 是很偉大的 高叔叔 我覺得… 嘩… 你會形容我嗎? 我覺得高叔叔… 不是…高叔叔 高… 等等 高叔叔 不行你這樣說很緊張 即… 即… 黃先生 黃監製 對於我來說 我一回想起 我覺得她好像雞尾包 為什麼 因為雞尾包看起來 好像很普通 其實很好吃 因為我很喜歡吃熱的雞尾包 因為我覺得她的味道很色彩 好像高叔叔那樣外表很酷 很型 但其實她內裡是一個很溫暖 然後有很多想法的人 高叔叔 她自己分享了很多她入行的經歷 即她以前做信差 信差還是郵差 不是郵差 應該是信差 怎樣去一步一步做 中間經歷過什麼 她有什麼後悔的事情 聽到很多這些 反而你的世界公司會大很多 納豆包 Alfred Alfred Alfred像什麼 菠蘿包 對 我覺得她都像 她可能是金牛座 她可能跟人相處 會有一層甲膜 但當你熟了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很好吃 等同菠蘿包一樣 好像經常聽到這個名字很普通 但做得很好吃 很難 你吃下去就覺得很好吃 對 對 好吃的菠蘿包 但這個包比較肥 是 柳先生 不是石棘 純粹是 真的沒有阿公你做老闆 真的開心 那天我遲到 嘩 我自己都沒有意思 她要我12點 我12點9才到 大哥 我真的不知道 整天 因為那天剛剛第二天 回來香港第二天 收拾行李箱也是凌晨 不好意思 柳先生 柳老闆 柳老闆 不知道 阿Jer可能給人的感覺是 有時候可能很有趣 但給大家看 他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 其實法國麵包也是這樣 他的工藝其實是很高的 他的製造方法都不是那麼簡單 而他穩陷的歷史都很多 好像阿Jer 他有很多想法 他很有性格 但表面上可能 可能 可能 不知 很酷 有時候很有趣 很多人猜測不到 就像法國麵包有很多款式 嘩 好厲害 法國麵包 法國 真的 嘩 沒有了 再說下去真的得罪人多 沒有了 救了 阿謙認識了那麼久 他一直都很疼我 我知道 所以這份 所以我就說這份 是他送給我一份 我覺得很好的禮物 其實 艾這個詞 其實是約各 兩年前三年前 其實我已經有想寫 但那時候 我就用了二選一的方法 那時候我覺得 因為剛剛疫情開始 然後 我覺得很多朋友都很辛苦 但我想跟他們說的是 你們艾過了是可以更加強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天意 那時候我選擇都要為強 我沒有想這一個 其實我相信 這個香港的聽進 其實無論你什麼年紀層 或者特別是紀念 其實每一個香港都是有經歷的人 有經歷的人自然就會對這首歌 我相信一定會有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感受 如何捱得過 想想犯過 說什麼錯 其實珍珍說整首歌 很多地方 我都很喜歡 但chorus的頭兩句 我覺得是特別 對我來說 心是會浸透的 就是 如何捱得過 想想犯過 說什麼錯 如何捱得過 要放下尊嚴 要吃飽苦錯 接著還有一句是 每次想哭 放星高歌 仍然捱得過 每次想哭 放星高歌 感覺很深 其實每一次走 就好像歌詞所說 就是 你如何捱過去的 你要見到痛楚 你捱過的過程 你要放下尊嚴 你要吃飽苦錯 才能做到 突然去到這個時候 你想起你捱的時候 其實那個不是捱 是有能力的才叫捱 其實是很型的事 而當你每一次崩潰的時候 為何我覺得 阿謙這份禮物 對我很重要的原因 是他用了放星高歌 好像做自己 我一日有什麼事 不開心眼過 我就唱出來 我就唱出來 告訴大家 其實這首歌背後的意思 其實我不想說自己是一個很慘的人物 我不想說自己是一個很厲害的男主角 然後在這首歌裡跟大家說 我捱過了 我很厲害 反而想跟大家說 捱真的不是一件那麼恐怖的事 因為捱字其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它有一個剪手邊 跟著一個床 跟著裡面有兩個圖 其實就是你要用自己的雙手 去建一間屋 然後種鐵 其實是一件很正面的字眼 因為捱 你才會有很多過程回憶 我可能比較深刻一點 就是因為我的名字的關係 那些人一定會拿林芳來笑你 那你又要覺得 不要緊要你笑吧 就是你要有這樣的一個態度 但同時間你笑完 你回到家其實是很不開心 其實這個畫面已經很深刻 因為其實你想想 那時候是戶口長期付不到錢 跟著你 剛剛出道 剛剛出道不久 其實都未出道 即是你戶口不能夠錢出來 之後你想一想這一餐是甚麼 不如七仔道選一個 即便利店選一塊麵包 就這樣寫一天 就是麵包買大一點 早餐一塊 午餐一塊 寫歌 可能寫一段出去的人 會回覆你說 不是很喜歡 不好聽 你會開始很質疑自己 這些階段都一定有 但是我自己走過的原因 真的我形容為 就是不乏氣 下燭光其實是 下燭光其實是 下燭光這首歌 可能會給別人 但後來覺得 沒有人理會 不懂得欣賞 自己唱 或者我很喜歡 其實有一段時間 寫歌 經常寫到 我是會 會覺得 那些歌 是一定要出街 不出街是很浪費的 既然別人不要 我就自己出 我可以說自己是歌手 我去吳林峰 希望大家除了擁抱自己過往 熬過的日子 同時未來我會告訴你 你都要熬的 不能選擇 但是只能更換心態 繼續去 或者當你熬到受不了 就只能聽這首歌 去幫你一馬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